6月1日,陈宇凡现身北京天使之家孤儿院。 当天,陈宇凡给孩子们带去了礼物,与他们共度儿童节,并和他们一起玩耍。 随后便有网友指陈宇凡疑似借做工艺付出。 照片中,宇凡打扮休闲,抱着吉他坐在小朋友中间,弹奏献唱,神情放松自然,看起来很有情合力。 换了发型的宇凡,相比之前身形微微胖了一圈,看来状态调整很不错。 陈宇凡在孩子们中间十分放松,看到小朋友们脸上露出的微笑,能感受到现场气氛相当融洽。 宇凡还帮助行动不便的孩子练习走路,教他们画画,唱歌,非凡娱乐,时时报道。